各位呢,第一次你把它打开之后,除了刚刚那个有新版本,我先把它关掉 那第一件事情呢,请你先来修正一下,请从这个地方Help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有个叫Display Language,有没有看到,繁体中文 但是呢,你切换完之后要麻烦大家重新启动一下这个软件 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把它关掉,再重新启动 那这个地方你把它关掉,好,回到我的桌面这边重新启动一下 这样你就会看到,各位熟悉的中文啊,载入字体中,有没有 好,那待会呢,打开之后呢,第二件事情,要请你注册一个账号 那它其实我们Focusite呢,有分两个版本 OK,这样还可以吧,有中文的,好 那Focusite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国际版,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简体版 但是这两个版本,不管你用哪一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正体中文 好,繁体中文,它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功能上法征99一样 只有差在就是授权方案不一样 好,国际版的,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OneNote里面 我在这个地方,右手边,在OneNote的右手边 有没有一个它的官方网站,你可以连结过来,这个是连到国际版的 国际版的呢,您可以看到它的价格的部分 它就是一般像我们现在标准的,有没有,你看一个月的可以一年的 那我们现在用的免费方案,它就有小部分的限制 那如果呢,你要看简体版的,往下走,这里有中文的 有没有看到,这有中文的,所以你点过去 那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最主要差别就是那个,授权方案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看到功能,其实都是相同 大部分,就是99以上,只有差一两个,差一两个 那简体版的部分呢,它授权 马云士,怎么样?终胜有效 好吗? 跟国际版的不一样,国际版就是按月角角保护部队 这样了解了,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如果说,不管你用国际版的,用这个简体版的 除了说,都有繁体语气以外,那授权方案 第二个,请你来这边,国际版的注册比较简单 你按一下右上角,免费注册之后,在这个地方 它不会验证你的信箱,所以你只要打信箱两次密码就OK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简体版的,它就要求你去收认证信 所以这个部分呢,您可以先登录一下 先注册,把你的语系,如果你确有需要的 你可以把它换成繁体中文 记得切换之后,要重新启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